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浙江财经大学的讲师郑佳佳 我今天所报告的论文题目是 唐代内道场神僧 望回考论 望回为出唐著名的神僧 于高宗 武后 中宗 瑞宗四朝 身受地宠 皇室贵族与士大夫对其宠信有加 又在当时佛教僧团当中身负众望 以至于到唐以后 民间百姓对望回的信仰有证无解 在这里要做一个辨习 所谓的神僧 包括神通僧和神异僧 前者指的是依禅定与智慧功夫 自然生发神通力的僧人 僧据自在无碍之六神通 神异僧则指的是善用道术方计 等外道神异方术的僧人 主要来自于西域 以及学界对狂僧的研究 也有一些学术成果 在唐代 武代 关于望回的信仰 主要集中于他的和和功能 比如说男女好和 上日立士等 到了两宋期间 由于战争平人 亲人分离 民众对于望回的信仰 主要集中于他 一日之间万里返凶而回 这种自在无碍的神祖通的信仰 而将望回信仰 转变为和和神的身份 到了最晚的明代的时候 对于望回的和和神的信仰 转而替换到 对于天台山 国清寺 寒山师德和和二仙的信仰之上了 左图是四川大祖北山石窟 一七七窟的望回像 右图是一个捧和 一个驰和的 寒山师德的和和二仙像 学术界对于望回信仰的研究 大多只将其视为 民间佛教信仰中和神之身份 却忽视了望回作为鲜活的历史人物 尤其是以内道场神僧的身份 对于唐代皇室之微妙影响力 有鉴于此 对于望回的家庭背景 宗教和政治角色 及宗教关系之考证研究 尤为必要 以其建构出望回作为内道场神僧的 宗教与政治形象 进而讨论望回于内道场的 神圣空间内外 对唐代皇室的微妙影响力 以窥见唐代政教关系之新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望回是怎样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出身的 僧人 并为内道场神僧 以至于到后来成为 鼎鼎大名的佛教领袖 我们先来考证一下他的家庭背景 室望回俗姓张氏 国舟闻乡人 父乃圆门别孝也 师兄从君在塞外 兄民万年 母臣氏 一言以蔽之 望回乃 辅兵之子 数族之地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段材料 他幼年的时候是属于那种白痴不语 父母哀怜 为邻里儿童所欺舞的那种对象 因为他平时口自乎万言 婴儿自焉 他望回的称呼来自于此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非常著名的 叫万里返凶 一日而还 这两段材料的话就是 一个是说 墨儿无对 去了万里 一个是 他母亲很着急 想见了自己的长子 然后望回就从家里 就是万里而去返凶 从来万里尘图 故以万里为号 这个是最为有名的 作为望回这个 法号的来源的资料 这里有个问题 值得讨论一下 望回凶斩束手赛位的具体地点 到底是辽阳呢 还是安息呢 因为在唐宋的一些文献点击当中 所记载是不一的 我们就来考证一下 因为望回 他是生于贞观六年五月初五 赞宁所记载望回返凶一世 为其十岁之时 即贞观十六年 即六四二年 据新唐书记载 唐太宗李世民率名将李记 于贞观十九年四月 攻克辽东城 即辽阳 改名为辽州 六四二年辽阳尚未被收复 望回凶斩彼时 不可能束手于该地 令翻检旧谈书可知 安息都护府 是于六四零年 被唐政府所设置的 不可判定望回凶斩 其后束手于安息 才有望回于六四二年 晚来万里返凶的可能性 根据百度地图测算 从河南文乡村 至新疆吐鲁番的驾车距离 约为2500多公里 而唐石规定300步为一里 左右角各走一步 定为一个长度单位步 一步相当于1.5米 一里和450米 不可推算 望回从文乡到安息探距离 约5000多里 晚返距离则于万里 是合乎上面论证的可能性的 第三个关于望回 这个称呼的来源 是源自于玄奘到印度取经的 一段经历 三藏法师西归云 他回来的时候说 天主有石藏寺 藏入石建一空房 有胡传西藏而已 英问此房大德 贤曰此身原缺法事 罚在东方 国民震荡 地号文乡 余子望回也 这个望回可能是从印度 到中国的这种 所谓的望回 在那个玄奘 他返回国之后 还亲自去拜访了 那个望回 望回十年 只是居家 居家的一个少年 才13岁左右 但是玄奘以失礼而代之 望回也受了 也承认自己是 从印度转生 至中国的 其次我们来考证一下 望回的宗教和政治身份 徐燕博 他写了一篇 《唐望回神迹记》 此篇文章是刻到那个碑上的 他这篇文 他这篇记载的话 就是主要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关于望回 他是 他是古国国人 姓张氏 他们和他的个人的一些信息 第二个是 关于望回的称呼 我们刚才说的 是因为 他是 就是从印度转生的 就是从印度到中国 亡者望回也 这个解释起来 有点说的不太通 然后第三个是讲 高中时期 延寝望回到静中 成为内道场神僧的 中宗封他为 玄通大居士 封法云宫 玄宗未迎居士于李全礼 后追赠司徒 封国公 这个就可以 值得去考证一下了 因为宋敏囚的长安志 卷实说 四南李全坊 东南于太平公主宅 公主死后莫关 为赏丸府 宅北有一森方回宅 太平公主未造之 可以想见 望回的那个宅邸 是太平公主 所建造赐予的 这个应该不是瑞宗所给 然后至于 至赠望回 司徒国公 丧事官籍 就是以官家 承办他的那个 图皮的丧事 这个是在瑞宗 在位的时候 但是徐燕博 为什么将此二事 归之于玄宗身上呢 对照瑞宗本纪可知 先天二年七月甲子 先天政变中 李隆基诸太平公主党羽 谋逆诸人 赐死太平公主 并迫使瑞宗 于七月以丑 正式归正于己 因此不难看出 徐燕博 唐望回神迹记 带有 极其明显的 政治书写痕迹 因是在玄宗的受益之下 或是徐氏出于成子的 政治自觉 未必会谷 将太平公主赐望回宅 及瑞宗追赠 望回司徒并封 国国公二世 安置到玄宗身上 除了这些例子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望回与朝臣的 交往的一些方面的事情 以凸显他的政治影响力 这个是望回帮助 崔氏一家 柏林崔玄伟 这是一个望族 免遭酷吏构陷 而导致破家 灭族之祸 因为在 天后 朝的时候 他经常任用酷吏 而行罗织之事 特别是一些称伟 无限其 谋逆造访 有不少高官的话 他每天 早上去 与他的妻子儿女分离的时候 晚上还被人回来 每天都情调胆的 所以 像崔氏的母亲 卢氏就非常贤惠 他说你要请来神僧望回 此僧保之之流 他可以为我家去料之祸福 然后那个望回到他家之后 将一双金筷子 叫壁竹 一双金筷子 直到堂屋之上 掉笔而去 他在那个 金筷子之下 得到 一卷书卷 官之乃称伟书也 然后过几天的时候 然后有私来查 大所屠胜 不惑 得雪 就是没有免遭其构陷 可以想见 在天后朝的时候 库立之所以能够有恃无恐的 大规模构陷 朝廷官员 甚至高级官员 恐怕不仅仅出于 忌徒决闪的私人目的 更大的可能是 当政的午后 出于猜忌朝官 巩固政权的缘由 而假库立之手 行消灭敌对政治势力 维护女主当权合法性与震荡性之时 在午后朝政治危机日益严峻的形势下 魏保全身 魏保全身家性命故 崔母首先想到的是寻求望回的帮助 故劝说妻子引寝望回来家 袭击其借由观察望回的举止 获得消灾避祸的启示 这实际上也表明 望回以内道上神僧的特殊身份 在午后朝身处超然世俗 不受政治影响危机体身的地位 又具神通力与慈悲心 故深受官僚们的崇信与依赖 这又是 还有一个例子是讲 望回以自己随身为宴的预成能力 为瑞宗和玄宗的继位而做宗教造势 一个是玄宗在 浅农之时去拜访望回 望回把他拉到屋子里来说 五十年天子在 以后不自知也 还有瑞宗在府邸的时候 然后望回就在揭曲之间说 天子来圣人来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玄宗从望回的政治预言当中 收获了继位可欺的信心 巩固了为自己效命的 政治班底的忠诚度 同时望回对瑞宗父子 将先后继位为大谈天子的预言 似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出谋策划 点拨玄宗先扶持其父 重登地位 此谋己身 如此才有其后发生的 玄宗为夺得皇权而陆续发动的 唐龙政变与先天政变 至于望回那近乎 公开小于诸人的 关于瑞宗与玄宗父子 将为大唐皇帝的预言 看似只是望回个人的发生 但结合其自身与唐代皇室 关系密切 且具有随时而验的 预产能力的内道场神僧之 独特身份 以及贵族士大夫和百姓们 对于望回的信仰不移 自然也被视为 对瑞宗父子政治命运的 强有力的宗教造势 三是宗教身份 有感于神秀禅师的 巨大的宗教感召力 与人格魅力 中宗为神秀禅师 赐诗号并率百官 和信仲为其举行葬礼 并弃踏公养 紧跟其后 身为内道场神僧的望回 以所牧师自后宫之财物 为神秀禅师之法会 寻相作礼 詹说在明文中称望回为菩萨 单列望回为教级代表 至于帝王百官 纪念神秀禅师的 行迹之后的笔法 透露给我们的资讯是 望回即为当时僧团之领袖 唯有其具备足够的资格与声望 代表僧团礼敬 公养被尊为两经法主 三帝国师的神秀 再加上望回身具内道场神僧的特殊宗教身份 与唐代皇室之密切关系 已是当时僧团中其他僧人所不及 故望回已被中宗推举为 统领僧众参与神秀禅师的葬礼 及纪念法会 由此观之 望回 深受帝王之宠信 与僧团之宠敬 在宫廷中颇具宗教影响力 在僧团中身处重要之地位 这个是望回应可大智红传 北宗神禅师 神秀之禅法正宗 弘通正法必此人也 这个是借道士明冲演的经历 来证明望回确实是神僧 总结 我们来提一个问题 望回作为神通显示的内道场神僧 何以能够终其一生 始终赢得四朝君主的恩宠与信任 经历数次政变 又能饱己无余呢 诚然他生而神异 迥异禅人 但是像他这样的神僧 在唐代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因一日之间万里而回 仿其兄的神异事件 而上达天廷被招入内道场 成为内僧 但是唐代善使神通方术的 汉僧胡僧范僧并不在少数 何以望回 唯独与神通之能力 历四朝而圣君不衰呢 翻简现存史料 并未看到望回 在熟人内外典籍 精通佛教仪轨 传承宗教法脉等方面 有何倚仗之处 但我们却常于文献中 发现望回 每每与高宗武后 中宗瑞宗四朝的政治活动中 颇为活跃 关于预成毕宴的方式 维护礼堂皇室的正统 斥责篡夺和扰乱礼堂皇权者 却又总能置身事外 不受政治诸联之迫害 我们来举出三个原因 首先 望回不仅只是 通常宗教意义上的精神导师 更像是以智慧超群 洞察先机的谋士预言家 乃至于帝王室的身份 在位帝王及皇寺 出谋画色预言未来 望回以其预成毕宴的神通力 为人所称道 引得皇室与大臣 真问及凶 他能准确预知 权势滔天的 武后男宠 战役之的覆灭 武后与安乐公主之诸 瑞宗之复辟 玄宗之继位 及安史之叛乱 等国家政事 望回的准确预称 满足了唐代皇室 政治安全感的需要 唐代皇室出于自身 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 须及避凶 居安律威的现实考虑 也需要望回这样 超脱世俗政治之外的神僧 智者已被征询 现实证实中所欲困惑 同时投套暴力地给予了 望回长期的荣宠与信任 其次望回始终保持 对于礼堂正统政权的 忠诚与好感 并对篡夺礼堂还权的 武后与伟后 表现出排斥与反感 他刻意于 接到市井公开 宣扬瑞宗将重新登记为帝 预言瑞宗将在魏武十年 并故意透露给其门人知晓 很难说这不是瑞宗父子 与望回世界谋划好之政治表演 意图假借望回深入人心的 欲称毕业能力和内套上身份的 神僧的宗教身份 为其二人夺得还权 继位为帝做宗教造势与政治舆论之鼓吹 当然也一明白 望回预言张一之 伟后与安乐公主的灭亡 客观上加剧了 他们政治上的败玩速度 对篡夺和扰乱 礼堂正统还权者 予以舆论上的打击和宗教上的预称 因利用皇室与官僚对望回的信仰 鼓舞忠于礼堂政权的皇室与成属 其身反抗拨乱反正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宗教信仰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 会对现实世界的人为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 望回适逢其会的承担起 赋予礼堂皇室重归正统的政变行为 合理化与合法化的神圣宗教歪一的职责 他凭借巨大的宗教感召力 引导虔诚信仰他的佛教僧团力量 朝谈政治势力以及民间信仰群体 支持礼堂皇室的政治行动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宫廷政变的抵抗力量 为礼堂皇室的复归做宗教的合理化论证 我的报告完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